美国在南海彻底湿道挂注,刚刚!越南和新加坡发表联合声明。 据中国南海新闻网4月26日援引月通社报道,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邀请,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自4月25日至27日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 只此机会,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在联合声明中,双方强调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航行与飞越自由、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序, 在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海上争端等的重要性。 双方再次强调共同支持充分有效旅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早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 从声明中不难看出,其基本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航行和飞越自由是美国一贯干预南海问题的疾口,而这从来不是问题。 月薪两国还强调争取早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 事实上,自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主导菲律宾以来,就不再充当美国恶华政策的帮凶,开启了在中美之间的平衡路线,而且比较倾向中国。 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在南海面临无牌可打的局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虎作娼,助纣为虐。 于是,美国把目光瞄准了新加坡和越南两国,也有一定依据。 新加坡是美国的主要地区盟友,立场一般比较亲美,政治上靠谱些,而越南则曾经和中国发生过冲突,且在南海地区和中国分歧最大。 所以,美国对这两国有点不惜代价,极力拉拢,前段时间,航母还亲自访问了越南。 但如今看来,美国的如意算盘是落空了,连越南和新加坡都不肯帮忙,美国的南海野心这会估计直接垮掉了。 日前,美国新任太平洋司令戴维森扬言要通过武装冲突的形式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但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国内的打脸。 在综合对比中美海上军事实力后,美国已退役少将直言,在南海挑战中国有问题,为时已晚。 说白了,就是美国在中国家门口炫耀武力,甚至是想通过武力攫取中国的国家利益,根本行不通,美国捞不到任何便宜。 越新两国的联合声明,与此前东协时国军方的和平呼吁非常一致,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一致,这无疑说明,中国和东协相关国家有信心解决好相关分歧,把南海建设成一个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而这,与美国在无半毛钱关系。 客观而言,美国搅局者的角色举世皆知,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狼狈为奸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惠,东协对此心知肚明,远不如搭乘中国经济巨轮,努力发展经济,打造一个更具经济活力,和平稳定的东南亚。 而这也是东协相关国家拒绝美国,和中国携手并肩的根源所在。 实践再次证明,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没有出路,和平发展才是历史的潮流。 音乐 晨州策判迁翻过,并数前头万木春,中国和东协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曾经有过举语,但事实证明,这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把问题影响控制到最小,把共同利益发展到最大。 无论如何,携手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对中国和东协都不是选择,已经过时。 在此,也奉劝美国这个搅局者,哪里来的就请回哪里去,南海问题还轮不到你说三到四,指手画脚。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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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